我是雲柔,我今年二十一歲 我是major in graphic design 就是在這三年裡面 我就其實學了蠻多東西的 就是最重要還是software 因為你學了在這三年裡面 我就學了蠻多software 就包括illustrator、AI、photoshop 就是那種Dreamweaver,就是for website的 然後一些其他那種Premierpro那種video 那些就是在這裡學到的 然後關於科系的話 就是在SAM 1的時候就是學了一些basic的 然後SAM 2的時候就cover比較多 就是有那種packaging、branding 然後那種editorial就是publication這樣的 然後還有web design 然後最後一年的時候是比較cover比較多 全部一起的 所以我就覺得就學了蠻多東西啊 我其實在最後lastSAM的時候呢 其實就有收到一些不一樣的comment 對我的comment 然後其實我那時候是有點過不去的 可是過後就慢慢原諒了一些情緒啊 就想了一些方法怎樣解決自己的這種情緒 我覺得就這樣不可以一直這樣下去 因為這東西還是我喜歡做的東西 就是不應該為了一個人的comment而改變自己的 對graphic design這方面的一些想法 就我自己的興趣這樣 就到最後結尾的時候呢 其實那個project出來是蠻滿意的 就是覺得自己這一切都值得這樣 就給人家講一下其實也有另外一種方面的想法這樣啦 就可以更激發你這樣啦 我是參加TISTC 2019的這個比賽 然後它那一年的team是叫做amphety 我想要amphety for動物 所以我就開始從動物這裡開始做了很多research 因為我本身不是很喜歡吃中藥 就是因為我不想吃中藥就是那個菱角 我就講為什麼人家要為了自身利益而去爛殺這些動物 然後來吃來for自己好這樣 所以我就想用一個方法來呈現就是 所以這個海報裡面就有關於到那些中藥的動物 就有包括穿山頰、老虎跟犀牛 因為中藥而爛殺最多的一些動物就是這三種 所以我想要從他們來帶出 從我的海報來帶出這些消息 就警告大家或是提醒大家 不要因為自身利益而去爛殺這些動物 這些五股的動物啦 所以剛開始的時候是以scatch比較多 然後scatch了很多 然後才選一個還是兩個這樣pick到出來的 然後就transfer去電腦做 然後其實在做的時候我還有趕著其他的assignment 所以前前後後就用了兩三個月這樣 其實收到那個入圍的時候是其實是 就lecturer一起這樣報告出來就講 欸你入圍啊還有跟其他一些朋友入圍啊 然後就有點surprise 因為我根本沒有想到會要 會進入圍這樣 然後過後第二次的時候 欸入圍已經很開心了 然後過後也是突然之間又收到一個e-mail 就講你拿到什麼獎啊這樣 我就欸什麼事情我自己有看錯嘛 然後我一直double check 欸是真的 我還叫我姐姐一起給我一起看 是不是真的 因為我不敢相信 然後就真的是 然後就第一個時間 就快點跟我的lecturer講了 就是這樣啊 就很開心 然後到典禮的時候 有更多那種厲害的人出現 然後就看他們的東西啊 在exhibition啊就一直看 然後我是印象最深刻的時候是 就是有另外一個人啊 我不懂是誰啊 可是他就突然間我介紹我的作品給他 然後他就講了一個東西讓我很開心 他就講你很值得拿到這個獎 因為我跟他解釋我這個台報嘛 他就講你很值得拿到這個獎啊 然後講一些讓我很開心的話 然後就真的是感覺就自己被認可了 終於被認可了那種感覺 在去台灣的時候就認識了一些朋友 就是那些俄羅斯或者俄羅斯的那些朋友 然後我們就交流了一下 然後因為平時我是對俄羅斯這個國家不太了解的 然後就因為這個機緣 然後我就開始 要看俄羅斯這個國家的設計啊 所以我也觉得这个国家的设计其实也是不错的 也是可以学习这样 然后回到来了的时候 我就想要做比较不同的一些设计 就不论为什么就突然想要做比较不同 不会这样在自己框框里面那种类型 现在我刚毕业 然后其实我想要学更多东西 其中一个我最想学就是Motion Graphic 这个Motion Graphic可以让我的设计更多元化 因为我不是只是会平面而已 我也会一些动画的那种设计 现在我来了一个新的旅程 然后我希望我可以多做多学 然后从中发学自己更多的不一样的潜能 然后来成为一个更好的设计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